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事实是什么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交易系统里面的一些均线指标形态 这个是价格或者是市场的一个大方向预备之前给我们的一些信号 然后我们收集这些事实的信号的时候 或者是说均线是给我们一个就是方向的一个事实 那我们虽然可能有预期 比如说可能在上升趋势里面我们预期见顶了 或者是说下降趋势的时候我们预期见底了 那这些东西就是预期 是有个人思想的个人的想法的 那我们要收集证据跟事实才能够确定是否市场转向 所以我想以后的这样一个我讲的这个YouTube这个video呢 其实很多时候还有别人的很多这个YouTuber他们讲很多预期 我们也讲很多预期 那我们必须要这个预期我们可以交易我们的预期 但是呢我们的交易不能够跨越我们所这个事实 就是说不能够超越事实 如果说是一个顺势的趋势我们就不要去做这个逆向的一个操作 那如果说有任何这个逆向操作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严格的止损 尽量不要去做逆势交易的事 交易心理很重要的就是预期跟事实的一个差别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够注意到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如果你没有参加我们冲浪大群的是免费的 那里面有早安点位有盘后小节 然后呢如果有兴趣参加 可以扫我的微信QR Code可以拉你进群 然后呢或者是Nine的QR Code 然后呢以及脸书的群欢迎大家加入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过去二三月大碟里面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统计 就是说The media stories with great depression 就是说有很多这个media在市场上面就是冲刺的 就是说啊这个要大萧条大萧条来了 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的确是很像大萧条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COVID-19就是这个新冠肺炎呢 那有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危机 病毒的危机疫情非常的高张 然后呢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减缓的迹象 有点减缓 但是呢我们又面临到这个economy要reopen 那reopen之后可能会有些新的感染的人 然后呢这个整个这个经济 世界经济其实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情况 GDP变负值 然后呢不晓得什么时候能恢复 那有人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 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那也不知道说病毒会不会有第二波第三波来 然后呢这个油呢也是这个被杀得非常凶 然后虽然说最近可能开始有点底部了 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开始会有一个这个重启这个经济 然后呢安全重启经济 那这个油价是不是就可以回来呢 好那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这个像财报啦 missing这些 这个期望啦 还有这个退步很厉害 实体店关门的很多 修业的很多 那什么时候能够重启 我们这个很多很多疑问 但是呢要知道就是说 其实像这种媒体是一个渲染力非常大的一个东西 我们并不是说不去重视这事实 而是说有这么多的一些 这个不好消息里面呢 那我们就必须要去审视说 像这种这个惊人的消息 让人家觉得很恐怖的消息出现的时候 是不是股市也是在一个主要的底部 我们不能说我们底部已经结束了 比如说标普2150 是不是还会再来 再来其实也没关系 只要是它是一个相对 相对的底部 比如说我们这两三个月是一个比较混沌的时期 然后呢一旦过了 股市是不是可以重回一个上升趋势 还是说股市是要往下继续走 就像2008年 我们的图上面写的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 可能未来会担心的是说 这个是不是疫情能够有效的特效 要来这个医治还有有没有疫苗 这些东西都不晓得的 那疫苗当然我们其实懂得这个病毒学方面就知道说 其实这个疫苗是非常非常难出来的 所以呢 就说可能可以这个等待时间可能可以到12个月18个月 那这个是非常漫长 难道就是说大家都锁在家里不工作吗 所以呢 有很多的一些措施 然后我们其实也在观察政府怎么做 我们自己怎么样能够安全的 重新恢复正常生活 工作也可以重新正常的回归正常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这些就是说 有很多的媒体让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思考 那我这边图示要给大家知道 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来讲面对股市 我们不知道到底真正的 就是说位置在哪里 可能是刚开始 可能是一个真正像大萧条一样 还要再继续下来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我刚刚讲过的 我们有预期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也要trade with facts 就是说事实是怎么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图告诉我们什么 那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月 4月份 上个月4月份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弹 反弹呢 直接就冲到这个最重要的阻力位 那我在过去 一直跟大家讲说 我们来看月线 月线的话 在这个就说 MACD往下的过程当中 如果能够像2019年初这样子上去 然后再上去再推上去 好 那基本上危机减除 我们就可以继续重新走向新的牛市 那它上去之后还会有retest 所以呢 你上去之后也不用太着急说 啊怎么糟糕不回头了 retest的时候你也可以买 所以你看这个月线来讲 底部是一个机会 但是如果你miss掉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在上去以后retest 还是有机会买 很多时候都有retest的 上去retest 所以呢 没有买 现在 没有买到 没有关系 但是都会有一个retest 你还是非常有机会 而且通常只要是一上去 就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再继续买 好 那不会马上就翻车过去 好 那其实很多人都是在底部的时候觉得没买到 然后呢 上去之后又不敢买 好 以至于错过整个牛市行情 然后呢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呢 我们面对过去 好 四次的一个比较大的 呃 月线级的回调里面 好 那 我们看一下情况 好 就是 我们 就说这个地方哈 2001年跟今年很像 好 就是下来之后呢 4月是一个大反弹 5月是一个十字 顶上这个 下来的均线变成一个十字 然后呢 之后 好 6789跌到秋天 然后之后呢 夏天啊 冬天 Christmas rally 就是秋天的rally上去 然后再继续下跌趋势 那 2008年的情况怎么样呢 也是一个大阳线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上去以后 突破失败 回来 然后呢 走熊 2012年呢 2011年底 2012年呢 是上去以后 然后呢 隔个月怎样 retest这个阳线的一半 或者是阳线的实体的 大概一半下面一点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月收上去 以后就怎样 上去一波 然后呢 retest 然后之后走个大牛市 2016年呢 是大阳线 结果出一个十字 然后呢 跌两个月之后上去 所以呢 我们刚刚 从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 retest low的一个process 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是一个走向熊市呢 还是 retest low 就上去 这也是一个retest low 上去 变成2比2 OK 2比2平手 当然有 1 2 3 4 5 5次里面 有2次 是2次 应该3次 是very bullish的 非常好的 有一次 是 继续上去 但是有retest 有2次是 retest low OK 或者是一半的地方 上去 然后呢 有2次是 继续的走熊 一直在过2 3年的一个熊市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一个十字路口 其实在这地方 如果你了解这种可能性的话 你不用觉得panic 你只要wait and see 就是看观察 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均线 均线我上次有给大家看 就是说 目前为止还是非常 比较差一点的 没有很强的一个走势 因为 毕竟价格只上去一点 然后呢 它 没有真正弯上去 那 是不是有可能 走这个V字形上去呢 还是 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这样子 像这样子 还是像这样子 好 这两种 机会还是非常大的 如果是 顺着现在的新闻走的话 哇 这个terrible terrible 很糟糕的 外面的一个 然后呢 失业率 这个 财报 都不好 那 会这样子走 但是呢 如果说 大家 仔细看 基本面 看很多东西 那还是有可能会是一个底部的过程 所以呢 我们刚刚讲过的 我们预期 那我们的事实 图是我们看过去的事实 以来预测预期来交易 我们的未来 那这个都有一些准则来讲 我刚刚讲过的 即使上去有retest 所以不用太担心 不用panic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稍微中短期的一个情况 我们先看一下上个礼拜 就是 冲高走低 然后呢 变成收一个 这个 就是一个顶头 这个长头法 通常长头法呢 而且是在这个 重要的一个 阻力 我这边 之前几周都画好 重要阻力 那这个是非常 算是比较不好的一个k线 通常是signal 就是会往下走 往下走多少 我们还不知道 待会来仔细来 来给大家就是分析 但是呢 至少这是一个 上方有几大阻力的 并不是说下周 周间不能够再往上去一点点 再下来 不知道 但是呢 至少这个k线是比较不好的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下一个图 这个图比较有意思 这边叫做 Evance Decline Volume 就是算是 就是市场的 内部的一个 涨跌的一个 比例 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说市场上 有一个倾向 就是说QQ非常强 就是科技板块非常强 其他这个 标普 道琼 跟 这个 跟 这个 小盘 都非常弱 那你看小盘 反弹 只有到50%下去 道琼呢 50% 这个卡在这里 那 小盘基本上还在 反弹还在 这个38.2的地方 那 QQ呢 就非常强 超过62% 以上的一个反弹 然后呢 小板块 比如说这个半导体 非常强 超过62%以上 XBI 几乎到新高 被打下来 所以呢 比较强的板块 比较弱的板块 以及 当然这个 XLE 这个能源 是 这个也是反弹最弱的 虽然说最近比较强 但是它是跌很多 然后反弹一点点 那我们来看 就是说 如果去掉 因为你知道QQ 它其实有很多 大公司 像 Amazon Apple 然后呢 Microsoft 然后呢 还有一些 高科技 领涨的龙头 也占了 整个涨幅的大部分 所以呢 像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 是不是这几家 如果说 不行了 那是不是就会 把大家都往下带 或者是说 它替大家拉起来一点之后 其他跟上 这个是怎么走 我们这个有点像 兵法的原则 就是说我们 就是要 就是要看 要观察 好 我们先看这个 NASDAQ的 Advanced Decry 非常强劲 怎么说呢 这个 这个 Advanced Decry 的一个Volume 它甚至创新高 然后呢 QQ还没有新高呢 那表示说 这个 科技版的 Breath 就是说 它的Internal 内部的一个情况 非常的好 就是非常的 厉害 就是涨了非常的多 涨的大过于跌的 在这段修正的时间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 我开来几个点 就是 如果 如果一个下跌里面 比如说一个调整 它的这个 Advanced Decry Volume 不可以 没办法高过于 这个前高 或者说 没有任何的一个 生命迹象的话 那大盘还没有跌完 你看这个 2008年的情况 就是 这个大跌 然后呢 它价格在这里 QQ的价格 然后呢 这个 Advanced Decry Volume 没有起来 后来就下去了 就下去 然后呢 突破也是 突破通常都需要 带有确认的 这个是 Advanced Decry Volume 的突破 那大家都知道 2013年 带来 2013年 2014年的大牛市 一直到 2005年 才结束 对不对 那 2005年 修正的时候 也是 它 怎么样 突破 然后 这边 看起来还在盘整 可是呢 怎么样 它已经 提早 大概同个时间 但是呢 它的突破 确认了之后 2016年 17年 18年的一个上涨 那2018 19年的修正呢 也是一样的 虽然说还在修正 可是呢 在这地方 已经突破 已经确认了 它可以往上涨的动力 所以又带来了 这个一年 多一点点的 这样一个 突破的上涨 所以呢 看QQ呢 对上这个 Advanced Decline 的Volum 在这个NASDAQ 的话呢 是非常strong的 但是呢 问题再来啦 我们如果对照 SPX 就是标普的话呢 就不是那样一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盘 这里 这个中心呢 ADV 我们简称ADV Advanced Decline Volum ADV ADV呢 这个 价格创新高 它却没创新高 所以就怎样 2008 09年的大跌 然后呢 而且这边有一个 就是它第一次大跌之后呢 这个 却创新低 而且是 勾不起来 勾不起来 反弹勾不起来 起不来 那最后怎样 就下去了 那就造成了 08 09年的 熊市 那 那我们来看这个 2000年 2001年 也是同样的情况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里 这里修正 都是 就是最后 这个也是一样 突破 突破之后 带来2013年的牛市 2016年 也是突破 带来2016年的牛市 1617年的牛市 好了 这边有个很有趣的地方 我们现在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看 我们这里 没有任何突破 所以没有办法confirm 没办法确认 是一个V字型反转 在SPS上面来看 这里呢 也是一样 我们虽然 涨那么多了 可是 这个ADV 还是非常弱 所以这个是一个 有问题的情况 那 那 道琼跟 小盘股就不用看了 基本上跟 标普一样 所以会让你有一个 感觉 就是说 其实这一段的上涨 其实都是在 这些 Fung Fung 比如说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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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还有其他相关的 一些大的股票 这个 龙头的科技股 领涨 所造成的 一个可能性 是有的 所以呢 要特别注意到 他们如果 不行的话 那会带领着 大家一起下去 如果他们 可以撑住 然后呢 其他会慢慢 跟上 那目前为止 是代表说 跟 这个 至少像 2018年年底的时候 先跌 盘整 再跌 然后呢 再带领大家上涨 所以呢 我这边来讲 就是说 还是 要带有一个 存疑的眼光 看这个 反弹 以及 因为 非常两极化 所以呢 我们先看日线图 日线图的话呢 我们先看 我们先讲 那个QQ好了 把这讲完 所以呢 这边来讲 均线都已经拉上来 所以呢 如果 之后有回调 我们要注意 同时注意QQQ跟 标普的回调的位置 QQ是非常牛的 只要这个 比如说QQ跌到 大概 200 这个 回调 在均线这附近的时候 如果标普也差不多了 那 大家到时候一起通胀 然后呢 如果说 这个下跌的比标普还快 那 可能 这个 就的确是要去 标普要去retest 这个2500以下 甚至到 2100 2200 甚至还更低 因为QQ可能 在跌的时候 或许是双底 或是稍微low low low再上去 那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就是要观察 观察这个情况 好 我们看一下 比较稍微短线的 日线图 日线图的话呢 我们现在 周五呢 下跌 周四周五 连续下跌两天 下跌幅度比较大一点 但是这个幅度 基本上跟 这个月中 20号附近的时候 两天下跌 幅度差不多 然后呢 也跟这个之前 四月初的下跌 基本上 虽然幅度不一样 但是呢 基本上就是跌两天 之后呢 稳住正脚上涨 我们2820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 2820 我之前讲过 2820到2860 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区 我们在这个支撑区的下源 我们还没有死掉 还有机会上涨反弹 所以呢 如果说 这个2820失守了 比如说 关盘点位失守了 那到27多的话 并不代表说 它不会反弹 但是呢 它的这个 可能就要去找2750 2700到2750 这个支撑 然后呢 再做反弹 然后呢 如果说 下周一 下周二的时候 如果下周一 就直接反弹上去的话 那这个 这个还没有结束 整个上升趋势 还没有结束 还可以再稍微走一点 虽然说 如果说我在这个 这个有计算一些时间周期来讲的话 下周一下周应该还会再稍微 下去一点点 或者是 做一个整体的工作 然后呢 稍作一些反弹 然后呢 再下去 因为这个反弹的顶啊 需要一点时间 它不会 刷拉拉下去 比较少见 但是呢 时间周期是 5月底到6月初 是一个低点 所以呢 到底多低 我们不知道 它可以慢慢的 上上下下 整到这里 上去 或者说它可以 大幅的 雪球下来 我们不知道 速度是怎么样 但是大概 就是5月底到6月初 是一个比较可能低点的情况下 那我们要看 就是说 这个大趋势 然后还有点位 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 200天线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均线 如果说 大家上不 就是说 如果大盘上不去的话 就会容易滚下来 除非它能够怎么样 上去以后 下来 再上去 就没问题 这是跟刚刚开始的时候 讲的是一样意思 我们就这样讲 预期 可能如果一直都没有很强 然后会这样走 如果说可以的话 它会上去 再回撤 再上去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位 牛熊的分界 就在这个附近 好 我们看一下小师徒 小师徒的话 我这边简简的 简简单单的 讲一下 就是未来几天的预期 未来一周预期 就是可能在这里反弹 然后呢 2880 2870 是一个重要的关卡 要注意 如果能够站上去 那这个反弹 就这个 整个 从底部过来反弹 可能还没有完全结束 还可以继续往上走 如果说 先跌破 2820 然后呢 比如说到2870 2750 2740 2700左右 可能这个支撑区 它可能会再反弹 然后呢 maybe反弹到2900 最多 2880 然后呢 再准备做下一阶段的下调 指标非常超卖 所以呢 也是 等它整完底 应该会有一波反弹 所以也不要看 在这已经跌了两天 比较大的跌幅 也不要看太空 我并不是说 就在马上要做多 但是呢 至少 预期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反弹出现 如果你还 比如说 下降趋势了 对不对 你想空 绝对不在这里空 也不是说跌破 你就追空 因为这个地方 随时破了 但是它还可以再站上来 然后呢 可能这个站不上 跌多一点 到这里 就下去 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反弹的幅度 反弹幅度都会有 只是说 一开始这个跌要跌完 然后才能有一个好的反弹 OK 所以也不要太急 好 我们看一下 其他这都讲过了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 黄金的话呢 就是还在上升趋势 那只要是这个 八周均线 不跌破 基本上可以继续往上行 即使 有回踩到 红色线的 这个 周均线 还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预期就是下周 怎么样 就是说应该会有一个 就是稍微 低点低点 然后呢 还会再持续 继续反弹 GDX是非常强的 我们这个是比较长的 一个周期来看 他之前杀得很凶 是刚好测了这个 反向延伸线 然后又反弹上去 从16到34 非常暴力 那 所以这个最好是 看大趋势 看大阻力 然后呢 用小试图 去做交易 我们上周三 有给大家做一个 就是GLD的分析 那当时是说 如果不跌破159的话 那可以 就是看多做多 那后来也变成 怎么样呢 跌破了159 到了157 但是呢 他又有一些反弹 所以呢 呃 可能你要做多 可能就是在 这个地方可能 就是 震亡了 被止损 因为小幅止损嘛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 整个滑落下去 所以我们不知道 那 在这地方就是说 至少这边找到一个低点 做反弹 那是不是 下周一下周二 还可以再稍微跌一点 还是说就准备上去呢 如果上去 弹点多时也上去 他可能做类似一个 呃 这样子一个方式 然后最后上去 那 这个横向 如果时间 出来了 没有破底 其他可以再继续 做一个 往上的突破 看一下原油 原油 上周讲说 要 站上这个框框 这周差一点点 有一个 比较好的底部的一个 就是指标形态 所以这个应该会可以 再往上走一点 那但是呢 因为 八周均线还是下跌的 所以呢 这个都需要一点时间 他要先上来 再下去 再上去 才能够 有比较好的反弹 所以目前为止 还要努力 看油怎么努力 我们 交易是这样子 就是让他 做出来一些 底部的动作之后 我们再参与 会更好 当然这是以周线来讲 小时 日线 甚至你 分时交易的情况 也都是如此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XLE的周线图 这个能源板块 我们之前说这个地方 突破 然后呢 补缺口 差一点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小时图 上周三 到这里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人说可不可以买 我说最好 还是 不要追 稍微回测均线的时候 看情况再追回比较好一点 的确回来了 涨太多 绝对不要在这个超买的时候 才说我要买我买 都会受苦 虽然它是一个上升趋势 可是呢 你会做到 这个好好的一个图 被你还做输钱 那是很不值得的 所以呢 你必须要靠的均线买 会比较稳当 那目前为止呢 如果大盘有一些回调的话 那XLE也会受影响 那我们这地方 还没有底背离出现 最好能够等个底背离 因为什么 这边你看 也是有底背离的一个类似 双底才能上去 这里呢 有出现底背离 所以上去 目前为止 还没有明显的底背离 所以稍微反弹之后 可能还会再下来 OK 然后呢 可能在这附近有支撑 才能够再继续做 所以呢 这个地方 这边你可以画一个延伸趋势线 或许它会在这附近停下来 但是具体的话 还是要看指标来做 当然啦 回头一下 如果跌破的话 那这个上涨 基本上就暂时结束了 可能或许再 需要做一个 再更深的双底 才能够继续的往上前进 所以 如果你 比如说你在这边买进 必须要设个进的止损 如果不对 那你就随时要 跑这样子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Netflix 我们也是上周三讲的例子 我们周末视频 着重于 就是市场的大方向 那个股的话 我们利用周三的时候 再来多讲一点 那这地方 回撤均匀线 然后呢 周 这个地方是我在周三的时候画的 那时候还在这里 有没有很准啊 对 有没有很准啊 你看位置时间 都差不多 有没有很准备 是不是下周 下周继续下调一点 再上去呢 有可能 这边基本上还是一个好的形态 我个人认为只要 这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底啦 但是因为指标还不够超慢 所以或许还在下来一点 只要能够保持在这个405 400以上 我觉得基本上 会慢慢的把这个形态走出来 因为它第一次往上反弹 所以不太可能一次突破 所以呢 这样的话 其实算是 预期蛮准确的 看看 我这边都没改过 看是不是最后会不会这样走出来 好 那我就讲说 预期是这样子 那我们要看事实 是不是能否实现 但是呢 我们的交易 就需要 你要去 靠着事实 去做 你的计划 交易的计划 计划你交易 这样你交易 才能够 慢慢的往上走 成果才能慢慢往上提高 好 那我今天 就讲到这地方为止 那希望 大家如果没有参加 参加冲划大群的 你记得 就是 扫我的微信QR号码 9的 这个 这个群 以及 脸书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 周末视频是讲比较大方向 那细节的 一些调整 这个 战术 或者是有看到什么东西调整 那我们在 这个冲浪大群里面 会给大家 有一些提醒 好 希望大家有美好周末 我们到时候下周见 咯